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台湾的悬疑惊悚的目击者 男主铁锤是某报社的一名记者 自要是一听说哪出事的比狗跑得都快 一天晚上铁锤在半道上遇到了一起车祸 受伤的车主是一位证件要员 副驾驶坐着的是这位政客的小三 铁锤一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该着自己盛官发财 于是劈里啪啦啦就一通狂拍 然后直接把这个大新闻汇报给了他的顶头上司宁宁 这哥们正得意的时候突然就被汽车给撞 他那辆刚刚买了没多久的二手宝马车 直接就被撞进了修理厂 修理厂老板火眼睛睛了 一眼就看出铁锤买的这辆号称 没有出过事故的二手车 其实是一辆全损车 为了搞清楚自己买的这辆车到底什么情况 铁锤找到警察局的领导 要求查一下这辆车的信息 作为一名记者 铁锤在平时的采访中经常跟警察打交道 因此一来二去 这记者和警察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温妙 彼此不仅仅沆歇一气 还经常搞猫腻 领导把查资料这件事交给了新来的警员小李 早上报社赵丽开了一碰头会 由总编鸡贼叔主持会议 安排一天的工作 关于铁锤拿到的政客和小三出车祸的新闻 杂志社主任还是比较谨慎 希望能调查落实之后再发表 这让铁锤心里非常的不爽 不过这篇新闻经过领导的再三斟酌 最终还是被发表 晚上一帮人在一起喝酒 铁锤对自己的顶头上司宁宁早就垂涟一酒 喝得醉醺醺的宁宁一时冲动就跟铁锤闷着蜜影 表面看上去宁宁的行为有些不合逻辑 其实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猫腻 第二天一早出事 那位出车祸的政客在电视上 对铁锤的不实报道进行了严厉的碰尽 原来政客旁边的那位不是小三 而是人家刚取不久的老婆 由于这篇不实报道的影响很大 铁锤的履历也被人给霸了出来 成为了各大媒体的偷版投票 铁锤来到警察局 领导把他那辆二手宝马车的资料交给他 不看不知道铁锤看完之后当时就下交 大约在九年前的一个雨 铁锤曾经目睹过一场车祸 肇事车辆逃逸 被撞汽车里的男司机当场死亡 副驾驶上的女人受伤严重 巧的是啊 这辆被撞的宝马车 正是铁锤一个多月前买的那辆二手宝马 这辆基本报废的汽车 被无良街上修复之后 辗转多次到了铁锤的手里 而作为当时的目击者 铁锤还曾在警方的询问笔楼上敲个字 看着这些资料 铁锤禁不住想起了九年前出事那天晚上的经历 鉴于各方面的压力 报社最终把铁锤给辞费 根据宁宁的说法 把铁锤辞费的人是刚刚接手总编位置的报社主任 这个报社主任一直跟铁锤有毛的 铁锤无奈 只好去求助于刚刚现任总编的铁锤叔 铁锤叔可以说是铁锤的恩师了 当年他不仅让铁锤进了报社 而且还给了很多的帮助 对待铁锤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 对铁锤来说 这铁锤叔不是亲爹圣死亲爹 回到家 铁锤开始查找九年前那次车祸的资料 当时的铁锤还在实习 经验也不是那么的丰富 拍出的照片也比较模糊 而且其中有几张照片还被人莫名其妙的删掉 为了彻底查清那场车祸的情况 在宁静的帮助下 铁锤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 铁锤搜索了2007年8月30号那天的新闻 发现一则负伤女儿被绑票的新闻 赫然出现在了各大报纸的头条 而他关注的车祸一案子几乎都找不到 于是他又来到了其他报纸查找 终于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那则车祸的新闻 根据报道 当时坐在副驾驶上的那个女孩 被送到医院没多久就离奇失踪了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铁锤得知那个从医院失踪的女孩名叫徐爱婷 根据资料上的地址 铁锤和宁宁来到了徐爱婷家 可听邻居们说 徐爱婷自从出了车祸之后 这些年根本就没回我家 虽然没回我家 但是徐爱婷总是会往家里寄一些名贵的茶叶回来 说明这个徐爱婷还是挺有钱的 当铁锤和宁宁正在茶叶店里询问情况的时候 瘸了一条腿的徐爱婷刚巧来买茶叶 徐爱婷说 当时的男朋友喝多了 其他事情他是一概不知 而且他也不想再去追究谁是肇事者 希望铁锤今后不要再来烦他 铁锤回到家再次翻看当年的资料 发现徐爱婷的男朋友出事那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喝酒 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就在这个时候 徐爱婷突然主动给他打来了电话 希望他不要跟任何人说起他们见面的事 话里话外的意思 这个徐爱婷似乎是在故意躲着身边人 两人正在通话的时候 徐爱婷那边出事 有人强行闯入了他家 在电话里听到动静的铁锤 感觉徐爱婷可能是出事 于是急忙找到茶叶店的老板 根据老板的反应 这个徐爱婷是个包租婆 附近有房子在出租 根据小广告上的信息 铁锤终于找到了徐爱婷所居住的地方 此时的徐爱婷已经被闯入者 揍得是鼻形脸肿人是不行 并且被限制了人身自由 当铁锤来到徐爱婷家的时候 突然跟一个不速之客走着上 两人一前一后拘着定狂问的 把铁锤累得够呛 最后还是让那哥们儿给跑掉 要说这徐爱婷也是个人才 居然不用钥匙就能打开手铐 不过绑架他的人早有准备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些行为 当徐爱婷正打电话向铁锤求助的时候 当场就被揍运了 铁锤通过九年前的照片 隐隐约约看到了 当时肇事逃逸车辆的车牌号 他根据自己的想法 列出了几组数字 并且请求警察局的小李 帮助查找对应车辆的信息 根据小李提供的车辆信息 铁锤吃惊的发现 他在恩师鸡贼书的奔驰车也在其中 这个时候他突然接到了 修理厂老板的电话 让他赶快过去一趟 说是关于九年前车祸的事 可当铁锤赶过去的时候 意外地遇见了鸡贼书 而修理厂老板似乎已经被罪自杀了 根据鸡贼书的说法 九年前出事的那天 他把车借给了修理厂老板 是修理厂老板不小心造成了那起车祸 当修理厂老板得知铁锤 在调查九年前那起车祸的时候 他意识到可能要出事 于是来到了徐爱廷家 打算把这件事给撕了 也就是在那天他跟铁锤遭遇差 鸡贼书说修理厂老板估计是知道大弹临头了 所以就自杀了 警方根据徐爱廷打解铁锤的最后一个电话 锁定了徐爱廷的大概尾 铁锤和两名警员在小区排查的时候 意外地遇到了警察局新来的警员小李 这个小李可不是一般人的 作为李安导演的儿子 他在这部影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这个人物是整个故事的起因 那么他为什么要绑架徐爱廷呢 这事还得从九年前说起 原来徐爱廷和他男朋友还有小李 这三位是一个犯罪团队 他们踩点之后绑架了扶上的女儿 徐爱廷和男朋友拿到赎金之后 就打算放了扶上的女儿 可没想到负责看守的小李是个死变态 他居然因为嫌人质哭闹把人质给杀了 把徐爱廷和男朋友可气的不轻 两人扔下小李开着车撒子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了车祸 小李赶到车祸现场之后 先是弄死了奄奄一息的徐爱廷男朋友 然后拿着赎金撒子聊 为了防止徐爱廷胡说八道 他又到医院把徐爱廷给弄了出去 然后把徐爱廷给软件了 徐爱廷知道这孙子是个死变态 于是便假装跟小李亲戚 在获得了小李的信任之后 徐爱廷拿着赎金跑 为了防止被小李找到 徐爱廷用这笔赎金买了几套房子出租 隐姓埋名当上了包祖婆 小李发现自己被徐爱廷耍了之后 可气得不轻 为了便于寻找徐爱廷 这哥们还当上了警察 最后他顺着铁锤这条线找到了徐爱廷 并将其绑架 断了线索的铁锤 在修理厂老板的地儿里瞎悬摸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于是他便打算找鸡贼叔说到说到 现在咱来说说鸡贼叔和宁宁的事 这二位其实已经暗通款去十年了 但作为有头有脸的人物 鸡贼叔不可能离婚 所以也没法给宁宁明白 当这二位正缠绵的时候 刚好被楼下的铁锤一看见 鸡贼叔开着车刚打算离开 铁锤拉开门做了紧 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原来九年前出车祸的那天晚上 正是修理厂老板向女朋友求婚的日子 可根据鸡贼叔的说法 那天晚上修理厂老板借他的车出去泡妞了 这完全不符合逻辑 鸡贼叔一听只好承认是自己干的 原来九年前出车的那天晚上 同事们正在为鸡贼叔庆祝 庆祝鸡贼叔容忍总编 一帮人喝的是七魂八素 当时还在实习的铁锤 由于有事就提前离开了 可没想到半路上汽车抛了毛了 喝完酒 鸡贼叔开车带着宁宁回家 没想到半路上出了车祸 本来鸡贼叔想打电话报警 可宁宁提醒他说 酒后肇事自压抑的 一旦报警 他的前途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最后两人一商量就开着车砸子撩了 而当时汽车抛锚的铁锤 刚好就在附近 所以目睹了那场车祸 本来铁锤想要举报鸡贼叔 但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他最后决定把这件事赖在肚子里 转过天铁锤再次来到小李家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小李的家有太多的疑变 果不其然 当他敲开门的时候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老阿姨 原来小李根本就不住在这里 那一天他只是临时 替出国的老阿姨照看一下猫咪 根据老阿姨提供的情况 铁锤得知小李居然就住在老阿姨的隔壁 在跟踪了小李一天之后 晚上铁锤摸到了小李家附近 他痛苦窗户 看到小李正打算干坏事 铁锤冲进房间给小李展开了搏斗 刚开始铁锤占了点便宜 最后还是被小李给做晕了 不过小李没有杀铁锤 而是把李屋的钥匙扔给了他 铁锤进屋一看 当时又吓尿 徐爱婷被小李砍断手脚 就剩下最后一口气 小李让铁锤干掉学院亭 但铁锤却突然袭击把小李给杀了 为了减轻学院亭的痛苦 铁锤无奈把学院亭给送走了 随后铁锤找到了鸡贼书 在鸡贼书的斡旋下 警方把铁锤的责任 撇得是一干二净 影片的最后 升了官的铁锤 给员工们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性这个玩意 远比想象的更加险恶 首先是铁锤 因为乌龙新闻被辞退那件事 当出销球砸了铁锤 饭碗的并不是报社的主任 而是铁锤的顶头上司宁宁 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 宁宁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了铁锤的身上 第二点就是 在九年前的那起车祸中 真正的肇事者其实是宁宁 鸡贼书直播是个顶包的 最后说到了铁锤本人 在九年前的那起车祸中 第一个到达现场的目击者铁锤 从绑匪的一千五百万赎金中 偷走了二百万居为己有 这也是他人生中觉得第一桶金 虽然脏了点 但给了这个苦出身的孩子一把梯子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一样 都说江湖太险恶 其实人心最叵测 平时多长个心眼 以防惹上杀身祸